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激進行 今次繼續打石英聯盟裡面的聯盟之路 我們上次講到通過了這個冠軍之路之後 在石英聯盟門口撞到這個改版的作者 作者就展示了他第一隻100%的破岩怪 我們看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我身上的精靈已經緩滿了血 所以可以隨時應戰 OK,來了 你以為打一場BOSS戰就可以輕鬆入到這個精靈聯盟 可以不用打,我是誰? 我就是這個作者,低B 不管怎樣說都好,我不可以讓任何人完成我這個遊戲 所以我會給你們看一些顏色 這裡我們就... 現在是大爆炸了,OK 準備好認輸了,這裡還要突然彈出來 我們去... 隨便吧,兵砌我吧 這裡會出一隻脫渴忍者 那脫渴忍者就... 脫渴忍者就不能打下去打兩拳 我知不知道甚麼 因為這裡自己出了沙風暴 所以自己刮死了自己的脫渴忍者 其實這裡應該是送分的 我們用特閘吧 可能來送分的 也是脫渴忍者,很明顯是來送分的 我們繼續脫渴 繼續用這個的特閘 搞定 你打下了我無敵的戰量 還要搞笑 大話,我不知道為何我要懷疑你 你當然準備好了 我已經為你保留了這個 它是最豐富的Mega進化之一 你明白了,將最好留在最後 甚麼來的這隻 我巨金怪Mega 不理怎樣說,多謝你玩我的遊戲 歡迎留言回饋 如果你還在隔離區注意安全 喂 好貼地,真的挺貼近 隔離區這一個字 現在去把屁股打一頓 甚麼事 你幫我回血了嗎 回血打了,有做甚麼 好 我們先看看 其實有機會我覺得第一 這一集可能拍一會就完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很難打的 現在大部分都是看一看 打擊鬼是講究位的 除了下來 因為我覺得不用裝轉 直接裝回大人帶 大人帶這個好像是 那個叫甚麼 傷黑的技能時會提高傷害 OK 這是甚麼人 歡迎備來的冠軍 在這個聯盟中你終於面臨四天和車兩戰 如果輸了一切重來 事實就是這樣 加油 好 我們現在有三十多萬 那三十多萬其實可以買一買 哇,活力稅怎麼這麼便宜 先買了 因為中途我覺得應該要吃藥 哇,這麼便宜的藥 哇,好便宜 先買藥 穿動性 啊,一定是萬能藥 OK 精靈球這些 買五十個 雙藥這些都不用 因為剛才買了一支大雙藥 好,我們來試一試 當然啦,這裡要先 save 那我向前走 火記這裡四天王有點古怪 謝天謝地 人工智能可以好像甚麼 甚麼刀刀 你用這一點就是你的優勢甚麼 好,第一個天王就是四天王科娜 在關東裡面的兵系天王 那如果是兵系的話 其實我應該用打擊鬼擺頭可能會比較好 其實因為他本身有降兵 所以其實他甚麼堅硬已經用不了 所以我們就放第一 歡迎來到精靈聯盟 我是四天王科娜 當提及到兵系精靈 沒有人可以戰勝我 兵系的技能都是最強大 但是當你的精靈被結成兵快的時候 你只能聽天由命 準備好了嗎 好了,四天王科娜 哇,雙打不是吧 是四雙來的,師傅 這樣就有點麻煩了 這裡近身拳擊打爆了一隻兵衣背 這裡電磁波的九尾 暴風雪 好,應該死了,導電飛雪 已經死了 快不快過對面呢 都快不過 好了,我們可以重新來 既然他這個擺頭,我就打算改一改吧 啊,想不想 他要打雙打,雙打6隻嗎 好 我們 他這樣很難打 色彩王有沒有用呢 色彩王這裡有用,但他有兵技,會打死我 嗯 打擊鬼又留不到 暴世龜,暴世龜應該都是給他秒 會不會呢,可能未必會的 我們轉一轉暴世龜才一來 一來暴世龜再加打擊鬼 打擊鬼一定要講究維根 講究維根會好很多 OK,試一試這個牌頭會如何 好,來吧 咦,輸了水啊 哇,不是玩這種東西吧 我們先用近身拳擊打 哇,我們已經落天河童了 先打什麼大力 牛蛙軍先 然後我們用岩石打磨 其實我們暴世龜應該死了 一下水炮應該秒殺了 對啦,瘋了 熱水還要燒傷 好,導電飛鼠再加大狼犬 這裡我們先受算用放電 這裡突襲爆了,六天河童 嗯,牛蛙軍 OK,先打死一隻 水炮,好 好,這裡有放電 這個時候我們就帶水炮出來 哇,它變成一堆水 好,不要緊 我們這個位置呢 落天河童會出什麼技能呢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先守護 導電飛鼠守護 這裡能量球打到巨招怪 對啦,這樣打 是,咦,Mega進化 這個巨招怪Mega進化是什麼 水流裂破 嘩,急凍光線 死了 是啊,我忘記了,我忘記了它在下雨 這樣就輸了 各位,已經輸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它的擺頭又不同了 因為冰衣是水 它是不是這個隨機的 要是冰,要是水 真的啊 OK,那不要緊 我們先用近身巨招怪打冰衣貝 這個呢,就用岩石打磨 冰衣貝快一點啊 都是 唉 唉 九尾就慢過我的打擊鬼 但是打擊鬼也要死了 極光幕啊 竟然是極光幕 OK 如果它有開極光幕 那它的攻擊和 攻擊和特攻的技能將會減一半 嘩,其實都不錯 嘩,駱駝帽 嘩,駱駝帽 電池幫那隻九尾 這裡我們用雙眼頭去撞到駱駝帽 駱駝帽應該可以一下撞到一半 因為它開了極光幕 一半左右 一半都沒有 會這麼慘 普風雪 麻痺 啊 其實盡可能拖走它的...拖走它的...什麼 拖走它的極光幕會好一點 我們先撞黃線,沒辦法 蝱駝帽 蝱駝帽用龍之波 不行啊 妖精是 不行啊 算了算了,重新來個 重新來個 好難打 要是水隊要是兵隊 好麻煩啊 有點難玩 有點難玩啊 這裡 這裡也是很麻煩 我們先打落天河洞 然後我們開岩石打 打無緣無故也是照舊 不過也是死了 忘記是瞄了 又被人會心物擊 這裡我們就帶... 大狼犬再加色翼王 這裡我們用特閘打落天河洞 Mega進化能量球打牛蛙軍 搞定它 應該是我最快的 死了牛蛙軍之後 一下有機會殺到 能量球 冰隊我應該很難應付 水隊應該比較容易 一發殺 下一隻看看是什麼 應該都是水隊的成員 好,巨招掛了刺龍王 刺龍王因為現在下雨的情況下 所以他現在是第一速的 我應該死了 這裡走一走才死 他這裡放龍技 我們一定要走一走 我們轉一轉導電飛蛇出去死 OK 突襲打下去 急凍拳打在右邊 秒了 逐流 OK 已經死了 已經有 我們出個電磁波打到次龍王 這裡為了搏他不死 這隻巨拳王 這裡能量球打巨招掛 萬力 他輕快 OKOK 他先打左手面 對啊對啊 減攻減防 應該秒殺 因為他Mega進化 再加上這招技能打他四倍草 好 那次龍王呢 就 應該兵砌我先用麻痺線 如果速度線對的話 對了 因為快過他 我的速度 麻痺 逐流 都頂得順的 兩隻都應該 兵砌我應該可以吧 OK 頂住 好 可以 梳雨龍 梳雨龍沒問題 這個兵拳打次龍王 能量球打梳雨龍 好 應該是秒殺的 都是秒殺的 都是秒不到 唉 就知道飛越風暴了 我水是打得贏的 冰就不打了 冰是我們選擇重新來過 哈哈哈 冰真的打不贏了 神經病 極速的這兩隻 怎樣打 快點拿一隻 蘿斯熊出來 不要出兵器 打不贏了 完全打不贏了 這些兵隊 除非你有天氣 否則很難搞的 兩隻高速型放暴風雪的話 你如果沒有什麼特別 特防高的重 其實已經被他打爆了 好 照教 左邊近身絕跡 這裏就能進去死 對 藍石打亡 好 好 好 這裏就大狼犬再加死 這裏就突襲落天一河童 Mega能量球打牛蛙軍 OK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先看看 應該就是逐流 或者是 我都不知道他出什麼技 嗯 這裏就轉一轉 轉一轉 因為我記得他用兵拳的其中一隻 水油獵破 逐流 不要緊 一隨便 這個兵砌我再加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用 急動拳打到次龍王 能量球打到巨招怪 應該打左邊 OK 可以 我秒一隻 這個兵拳 希望可以打死 因為他這個傷害就變回正常傷 打得死 nice 打死 好 那下一隻就有 原始蓋歐卡 不是吧 你有Mega還要再原始 真的打不贏 全隊一個噴水死了 不管了 我們先打他 神速再加能量球應該打死吧 我想 都要打的 因為這裡用不到飛躍風暴 一用飛躍風暴 不夠攻打 過優卡 希望打死 這裡 神速兵砌我 要打死梭雨龍 先 夠那麼少 真的不死 夠那麼少 剛才還是打到一半血 死亡 好 好 這個噴水死了 各位 我們順便試買飛躍風暴 不要啊 能量球打梭雨龍 但他應該都是噴水噴煞 對了 應該贏到的這裡 這裡真的差一點 有什麼地方可以改 兵砌我可不可以改一些厲害的道具 有啊 講夠頭帶可以嗎 講夠頭帶其實都可以的 OK 講夠頭帶的兵砌我 我們打水隊 兵隊 照舊不打 OK 來啦 近身決擊打 樂天賀童 這個雙印頭場 好 可以 接著我們就用大龍犬 再加色役王上前 突襲打樂天賀童 能量球打牛蛙軍 好 他這裡會用水流烈破打我的色役王 然後再用軸流 好 我們用能量球打巨角怪 突襲打刺龍王 他應該用水技 急凍拳 跟剛才又不一樣 那就是說我一定要犧牲一隻 我一定要犧牲一隻 我一定要犧牲一隻 導電飛鼠 對了 真麻煩 咦他頂得順 但也沒用 這裡頂得住 反而更差 這裡頂得住 不要緊 這樣打 近身拳擊再加突襲 是不是打擊鬼動先 對了OK 雖然一發打不死 但也OK 這裡 他應該會派上巨角怪 應該是 如果是巨角怪 我們直接用色役王可以嗎 我們先打一隻兵砌我 他這樣出巨角怪 這裡急凍拳打巨角怪 突襲打牛仔軍 這巨角怪希望打死大狼犬 萬力地震 OK 可以打死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時候我們帶色役王上前 咦 不對 我脫了頭盔 現在 帶導電飛鼠 這麼快出 這巨角怪 神經病 那我要先電一下 不要 急凍拳打巨角怪 這裡用電磁波打 但是 應該是最快 我不知道 此緣是甚麼屬性 即是各種屬性 即是各種屬性 我們先打 這裡 走入獵魄 右手邊 應該秒了 這裡 嘩 還要不死 真尷尬 這個位置 真的尷尬 因為巨角怪 比我快 這裡先不要Mega 對 這個位置 真的很尷尬 其實 暴世鬼 可能要轉走 暴世鬼 暴世鬼 這樣也頂不住 傷害 沒有甚麼可以令他頂得住 好像沒有 沒有甚麼可以令他頂得住 好啦 我們繼續 繼續打水 水隊其實已經最有機會 近身拳擊 接著我們用雙刃頭牆 繼續 咦 撐得住 好 我們繼續這樣打 突襲 東風 因為他會用巨角怪 如果出巨角怪 我們先用獅王 然後轉為導電飛蛇 突襲 兵拳 地震 竟然是出 好 不要緊 那我們用兵砌我 可以嗎 用兵砌我 這裡 用兵砌我 先用電磁波打 次龍王 然後這裡用 急凍拳打巨角怪 OK 可以 嘩 他 一下打了這麼多 好不要緊 這裡用Mega能量球打 即是次龍王 可以嗎 我怕不死 真的 龍之波動 龍之波動 打一次龍王 然後去神速打巨角怪 對呀 帶有頭帶 應該要死了 要輸了 但這就是說 兵砌我不能帶有頭帶 真可憐 兵砌我 但是帶不帶 或者帶回文猶果 帶回文猶果 第一關都過不了 這些很危險的強化流 應該很開心 但不是強化流 就很傷心 他一血筋給了那隻樂天河童 原來 洞風 這個時候我們直接用 用色彩王 對 我真的不知道巨角怪會出什麼技能 這裡 要是直接用能量球試一下 然後這裡突襲打牛馬軍 看看他出什麼 都是兵拳還是急 就是用地震這樣OK 打我不是很痛的 我打他這一刻都痛的 雖然沒有Mega那麼痛 但應該有機會打得死吧 四倍 殺 可以 這個時候就好很多 出一隻兵砌我出場 那 此團的戈優卡出來了 此團戈優卡出來了 我們都有點麻煩 我們要Mega進化把那隻戈優卡 這裡就用 用招電磁波電一電的戈優卡 這要豐富 打得死吧 秒殺吧 好波 怎樣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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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沒有中到吧 這個時候換走導電飛鼠 接著再用電磁波電到蘇宇龍路 或者接著用急凍拳打下去都可以嗎 想想一下 這裡我們換蟲 都可以的 我們用急凍拳打一次龍王 接著換一隻導電飛鼠出來 因為這個疏於龍的攻擊 所以我們除了兵砌我頭盔 然後就用急凍拳打到一次龍王 回心一擊 好波 贏了贏了 然後就用急凍拳打到一次龍王 就用了 嘩 他先動 不要緊 好 贏了贏了贏了 這時候死翼王就用飛翼風暴 兵砌我就用神速 或者這裡兵砌我就用急凍拳 OK 這個飛翼風暴一定殺 只要我快得過他就一定殺死 他的蘇宇龍應該是速尊 應該是速尊 嘩打不死 好 但不要緊 我在這裡用能量球 不要冒險 因為飛翼風暴有機會命中不到 好 四天王第一個終於打了 打了差不多近十幾二十分鐘 需要回血吧 當然要回血吧 嘩 打過多辛苦 好 第二個就是四天王的拳格鬥系 這個好像叫做二十四 是希霸 通過嚴格的訓練 是不是叫二十四 好像不是 二十四好像是成都 通過嚴格的訓練 一人和精靈可以變得強大 甚至會有極限 我和格鬥精靈一起生活和訓練 這一點永遠不會改變 我會用我們的強大將你剪碎 有四箱嗎 單打 單打沒有有好處 嘩 竟然是一血跟 這隻 嘩 這隻 這隻怕格鬥 惡格鬥 這隻 惡格鬥我們出一隻兵砌 我先 急速折返 嘩 司令 電磁波 劍武 劍武得對 接著我們出道電飛處 柏羅好 有都是柏 這裡我們就用格鬥系 用格鬥系 用格鬥系 射王 射王 射王幫你拿一下 打擊鬼還是補死射王 死射王我怕被他一下子打死 近身絕擊 對 他有突襲 路卡 路卡基本上都不會夠他快 打擊鬼是維根 維根了應該都不夠他快 Mega進化的路卡 子彈拳好死了 有子彈拳兵砌我不能出色役王 Mega真氣彈 Mega真氣彈殺了他 應該可以打死的 子彈拳打一半左右 差不多 一半 真氣彈射出去 這裡打他近紅月可以了 可以 殺死 第三隻 衝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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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了 那就 嘩 這些屬性 好 轉了大王犬出來 死了 然後兵砌我 用電磁波 不夠快 這招不知道是什麼劍 這招 暴世龜 還是捱不住一下 應該 捱不住 他這招應該是一招 是不是聖劍 打不贏 神經病 瞄住過去 最可憐 先想想,他這隻要用地面,要用地震打 還要打擊鬼用地震打得死 然後再靠大狼犬中下兵砌我的仙制技才能打得贏 那隻暴世龜陣沒什麼用 有點流流的感覺 他第一隻是什麼? 他第一隻是...是不是格鬥? 火烈劍喉 一點劇毒給我暴世龜 我們試一下暴世龜放在頭上 暴世龜放在頭上 暴世龜 暴世龜 那沒有了 我是直接... 咦!這裡轉了 那對,我們試一下 咦!這隻水系來的 劇毒吧 近身全擊死了 哈哈哈哈 不要那麼厲害,這些重 怎麼又是這隻呢 怎麼又是這隻呢 再轉一轉 打擊鬼要留到他打一隻蒼響 其餘都沒什麼所謂 這隻直至飛翼風波 我快一點可以 嘩!他好餓死喔 他第一隻一定是一血巾 最好打一定是烈焰猴 那個組合 因為烈焰猴我可以兩下打得死 但這個不行 應人,好,走得應人 直接重開就可以了 這隻是最好的 我覺得 只要他沒有用到攻擊技打 沒有破到我防 那就可以了 這裡他是惡格鬥 惡格鬥的話 我們不出兵 就是我了 我們先出了這隻... 惡格鬥 道電飛鼠先 急速折返 啊!用錯技 用錯技 斯里王吧 斯里王用這個Mega真氣彈 他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突襲 對 嘩!看看他 多高攻瘋 高攻到傻了 子彈拳 子彈拳 那真的死了 有機會 唉!可惜兵砌我 學不到格鬥技 否則這裡有用 嗯...我先轉隻兵砌我 對 電磁波 嘩!爆了 近身拳擊爆了 打擊鬼用...地震吧 地震應該也震得死的 因為他減過防 子彈拳 破了我的盾 嘩!又要跑了 這隻 這隻先轉為大狼犬 一閘 嘩!很難打 這隻 飛魚風波 噢! 噢! 他這招是不是變了仙制技 神經病 還有一隻輪甲龍在後面 好看 岩石打磨先 薄不死吧 希望不死 但應該都死了 他格鬥的屬修 嘩!超難打啊 好!今集時間來到這裡先 我覺得應該是未必夠打 可能要升一升 或者是... 過一過這些技能才能打勝 因為他可能真的要一隻變化技能才能打勝 否則整個聯盟戰很吃力 好了!今集激聚紅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激聚紅再見 再見 拜拜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個like 拜拜 再見